老师好,我们建立一个旅游清单,对不对? 接下来我就拿这个来做示范 比如说旅游出门要准备机票、车票等等等 我就用副字贴上 好,存文字贴上 好,来,要准备护照哦 要注意有效期限 这就是,点下去就可以把它 记得把这个1拿掉 否则要次动会加编号都是1 签证啦 再把这个1拿掉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身份证、国际驾照等等等 再加一个new,就是新的一个资料 好,我们做5个就好了 我们再做练习而已嘛 来,保险单 那下面还有一些很棒的东西 老师就自己参考,来 这个 好,接下来呢 呃,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项目,对不对? 这是第一列 这个是不能删的 第一行 就是名称、类别 那第二个tag就是可以改名字咯 哦,比如说这个 准备好了没有 来 简合 简合,OK吗? 名称你自己做 那形态就是它的精彩地方 再点一下 名字打完又点选type形态 我先示范一下这个slack 刚做过了 好 我就完成 未完成就好了 来看哦 打第一个完成 当你按enter完 在下一格你就完成可以选了 老师 还没有 上位 准备中 准备中 好,准备就好了 那再下来 这个呢 工作 还在发想 这个 这个准备完成 工作中 这个只要是选择项目的话呢 点下去再下一个就可以选了 哦,这些可以来做这个 那这颜色可以改 老师,这个颜色一到这里来 我可以调顺序 这顺序不太重要啦 OK吗 那移到右边 点了这个 右边哦 可以做什么 我希望它用黄色比较醒目 这个呢 移到右边来 点下去可以 颜色就要落差大一点 这个 好 所以点下去我随着 这个已经做完了 来 麻烦各位再做一个 把这个打完以后 这个 变成一个简合 你完成做完没有 准备中 或者在工作 正在进行中 改一下 老师我改成进行中怎么办 那你要把它删掉哦 改成什么 进行中 对不对 进行中 可是刚刚那个 还在呢 诶 点在这里 是选哦 怎么删除 这个不要了 不要就delete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颜色我再换一下 这个换成 绿色了 来 麻烦老师完成这个 简单的旅游这个 打滚